51岁李亚鹏高调在婚 迎娶小自己19岁的娇妻 娇王两年正式修成正果 这下已是给了王妃一记重拳 毕竟王妃与谢霆锋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短 却一直没有结婚的迹象 反而是前夫先步入了婚姻殿堂 近日李亚鹏被拍到像一位年轻女模特求婚的照片 当时就有人猜测好事将近 而且李亚鹏的女儿李妍 也与这位女子一同出游过 近日李亚鹏也被拍到正活朋友闲聊 时不时还炫耀一下无名纸上的戒指 据说当时正在和女儿拍婚纱照 看来李亚鹏将要与她修成正果 李亚鹏本人也在评论区回应 别嚷嚷了 看见了 这下急婚消息 也算是本人实锤了 女方是一位遗族模特 看起来形象气质非常好 一点也不比王妃拆 至今俩人的感情也非常稳定 李亚鹏这下也是哼哼打脸王妃 这位女友也是得到了李妍的认可 要知道这可是非常不容易的 毕竟这位女友和李妍可差不了几岁 甚至能和她一姐妹相衬 而李亚鹏再婚的消息 无疑是明晃晃的打脸王妃 王妃近日也是陷入大麻烦 被一同名女子指责盗用身份 身陷愚润漩涡 如今又被前夫李亚鹏捅了一刀 也是让人直呼倒霉 王妃和李亚鹏离婚后 虽然快速就和谢霆锋复合 当时一度传媒佳话 被不少人看好 但至今俩人都没有传出结婚的动静 很多网友都猜测是谢贤在背后阻挠 要知道谢贤一直以来都更看好张柏芝 甚至还曾专门为他买下锅价值千万的豪宅 哪怕是谢霆锋与张柏芝离婚之后 谢贤对这个曾经的儿媳妇也是非常好的 甚至在媒体面前就直接表示 自己唯一承认的儿媳妇就是张柏芝 从这就能看得出来王妃的处境到底有多尴尬 但也有知情人爆出谢贤早就已经接纳王妃 王妃曾带着女儿上门 谢贤也热心接待 甚至还送了他价值两千万的礼物 但至今也没有迎来 与谢霆锋的好消息 谢霆锋更是直接公开表示过他不会再婚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 王妃如今已经明立双收的人生 早就不在乎结不结婚了 说不定谢霆锋也是和王妃达成了一致 毕竟王妃一直以来都是个特立独行的人 那么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